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马呢 另外有一个相当有趣的揭露语 叫露出马脚 为什么叫露出马脚呢 又不是露出牛脚 又不是露出奴脚 狗脚要马脚 原来这个马呢 并不是一只马的马 是姓马的马 话说当天朱元璋 明太祖做了皇帝之后 她太太就是马皇后 这个皇后出身并不是一个千金小姐 她是一个劳动阶级的人的妇女 所以她并不是一只很幼小 或者三寸金连小姐脚 她是一只粗大的脚 耕田的人呢 没可能做一只小姐的脚 扎了一只三寸金连 那怎么下田呢 怎么走路呢 哪有这么多幽游的生活可以过 所以呢 她就是一只大脚 但是呢 自从祖皇后之后呢 她不是很想人看到她的脚 那脚呢 可能就出卖了她 她表达了她出身的身份 是一个劳动阶级 她有这样的自卑心 所以很怕露出她的大脚 马皇后的大脚 所以呢 就说 露出马脚 这种动物呢 这种动物呢 也有一个呢 我们经常都说的 就是捉到鹿 不懂脱角 一只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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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贵重的地方呢 就是她那个 脚呢 因为脚呢 就是 就是她那个 鹿的鹿 鹿里面呢 当然呢 有些是做装饰 有些是用来做鹿用 是一种极宝的大补剂 所以呢 捉到鹿呢 第一件事 首先就要脱了一只鹿 这个最有钱 因为老虎 最有钱 最值钱的地方呢 就是他们的虎皮 哈 连起头 就用来做标本 铺在地下 或者罪意堂上公 铺 就是一个呢 大户 或者 有声势的 家庭的装饰品 一只鹿 能够脱了 捏了之后呢 拿一只鹿 未必吃到鹿用 鹿的鹿呢 是最值钱的 是装饰品 或者是取其鹿用 都是好的 当然呢 我们见过呢 以前清朝呢 让鹿呢 是专系 拿鹿用 和鹿的血 来到 補身 所以捉了鹿呢 就要脱割 捉了鹿 捉了鹿 不懂得脱割呢 就是有走了鹿的意思 又讲了老虎 老虎里头有一句说话 叫做 江亚船打老虎 进地一步 江亚船的意思 就是用江亚的器名 如果老虎的时候呢 就扔过去 希望呢 就能够一激 一激 即中 打不打混 老虎的其次 起码呢 顶一顶着 来势先 啊 这样呢 這一波 這個 江亚的波呢 扔过去呢 顶一顶着呢 所以说是 進地一波 江亚船打老虎呢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最後一個努力 來頂住 未必定能够 僥倖 勝利 但是呢 起码呢 作為一種呢 防御性呢 最後呢 都盡了一分力量 那 那 講到這個 看戲呢 有一套戲呢 或者很多人都看過 這裡呢 就叫做秋天的童話 秋天的童話呢 說呢 在紐約呢 有一班呢 流落了的 青年 他們呢 在那裏做黑工啊 生活上 生活都相當 艱苦的 那其中一個呢 那個花名叫做 船 頭 尺 這個 船頭 尺 大家都未必見過 我也見過 在西貢的奈河呢 那些大眼雞 所謂的大眼雞 真的 很大眼 在船頭那裏 畫在船頭那裏 這些船呢 的前面呢 真的 有度住 船頭幾多 幾多尺深 浸到幾多尺深的水 那這個船頭尺 就 含意呢 就是說 度水 因為它是量度 水高的 水呢 在港府花裏面呢 就有銀子的意思 度呢 就不是量度 度呢 就是計算 哈 度水的意思呢 就是沒有人借錢 船頭尺呢 就是沒有人借錢 度水的意思 那 以前呢 有所謂 茅根竹 借水 後面的含意 這個茅根竹呢 就是用來借汁的 那你借呢 就是金借的借 甜金借的借 但是呢 在港府花用了字呢 有一個double meaning 有一個雙重意思 食字 同音食字呢 又為之 借貪的借 那就變成呢 金借借和借貪借同音 那 茅根竹呢 就變成 借水 借水就是 借錢 這個水呢 就是 錢的意思 有水 這個水的來源呢 這個水的來源呢 這個錢的水的來源很多個 其中一個我認為呢 比較 挺可信 叫百泉 因為以前呢 這個 戰過的時候呢 用這個呢 作為金錢 作為金錢 作為錢幣呢 就用這個 這個泉 這個泉呢 就用金屬做的 一個好像鑰匙這樣的 這樣的物體 方便攜帶 所以呢 他現在傳呢 就有水的意思 變成了 是不是水 就是錢的來源 是從 傳來呢 這個呢 還要考究 那說到 這個水呢 就是太多了 我有一句 香港的族語為之 豬籠入水 那豬籠呢 大家都見過了 或者 有些鄉村地方 沒見過 沒去過鄉村 見過 那些豬籠呢 就把那些豬 都運送的時候 的一個 竹做的籠 那這個籠呢 就因為 要豬要休息 要休息 要休息 所以呢 它是 用竹做了 很多孔在那裡 那 豬籠呢 當然呢 四個孔 就進水了 就是 飯飯也進水了 那 那 剛才說 以前呢 捉了那些姦夫淫婦呢 就浸豬籠 浸豬籠 就把人 放在豬籠裡面 丟到河 那 因為河呢 那些豬籠多孔 那些水 噴噴噴噴噴噴 進去呢 你又走不動 走不動 就減生呢 在豬籠裡面 被浸死 那這個呢 是一個很殘酷的 的 懲罰來的 那 說到水呢 還有很多 很多意思的 那 今天呢 因為 時間差不多 而且中間呢 又停了一段時候 我希望呢 我們呢 我們監製呢 和我們將呢 斷了的時候呢 連接回 那 我們呢 下回呢 下星期四 仍然繼續講呢 廣東的俗語 揭流語 真是講之不盡 但是呢 溫故之身 雖然大家都聽過 再做一次 再聽一次 都有它的味道出來的 而且呢 我們呢 也叫 保存 港府話 香港人 的 語言 這個呢 是使得我們 不忘本 而且呢 知道了呢 港府話的精銳 我們從領悅角度 從 日常生活的 語言角度 去了解港府話 尊重港府話 尊重呢 我們領南的文化 發展回這個文化 世界上呢 有億幾兩億人 是在講我們 現在港府話的 不要小看它 它的力量很大 美國也承認這個呢 是世界的 language 語言 不只是謊言 那麼簡單 好了 那 今天的時間呢 會欠一點點 但是呢 早點休息 希望呢 下次 下週繼續再會 拜拜 好 好 好 謝謝 谢谢观看